小行星带是宇宙中的一个神秘且充满奇迹的地方,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浩瀚区,它就像是银河系中的一条环带,其中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小行星,这些小行星形态各异,有些像沙利那么小,而有些则可以与城市一样庞大。 当你想象小行星带时,你可能会想到一片混乱的石块,金属和尘埃,但实际上它不像科幻电影中那样拥挤。 在现实中,小行星之间相距很远,航天器在穿越小行星带时通常不需要太担心碰撞。 小行星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太阳系的早期时期。 当太阳系诞生时,星云中的物质逐渐凝聚成行星,但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区域,强大的木星引力干扰了这些物质的结合,导致它们无法形成完整的行星,而是散落成无数的小行星。 这些小行星或许是宇宙对形成行星的一次尝试失败,但它们提供了珍贵的线索,帮助我们了解太阳系的起源和发展。 在小行星带中,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小行星,它们不仅仅是石头和金属,还有一些含有冰和有机物质的天体。 这些小行星可能对科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,因为它们保存了太阳系早期的物质成分。 小行星带中的小行星在轨道上各自运行,有时它们会发生碰撞。 这样的碰撞可能导致小行星碎裂成更小的碎片,也可能引起它们轨道的改变。 有些小行星由于轨道变化,可能会进入地球的轨道。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持续监测小行星的运动,以确保地球的安全。 小行星带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。 通过探测和研究这些小行星,科学家们可以了解太阳系的历史,并探索利用小行星资源的潜力,如矿物和其他有用物质。 小行星带是一个奇妙的宇宙区域,蕴含着太阳系的秘密和无尽的可能性。 通过探索它,我们不仅可以加深对宇宙的理解,还能为未来的太空探索和资源利用提供重要的启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